日子談判 開始之後我們就加緊加班 要排程從兩班到三班 所以一天開始有大概6600檔的一個供應量 那防疫中心這邊為了方便民眾 所以我們在二月初的時候其實也就協調 大家希望说生产比较便宁的 浓度75度的一个酒精 可以让民众在使用上更方便 所以我们从2月3号开始 我们就逐步的从每一天的26,400瓶 开始一直到今天2月14号 大概预计每天可以生产的供应量有20万瓶 提时的反应 我们市场的需求跟防疫的需求 调整这个产线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可以持续维持 我们现在设定的每天生产 20万瓶75度防疫酒精和内料 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维持住